今天G點一起主知難寫高薪厚跡的港媽 移民英國這個話題日日新鮮 有對夫妻意見分歧 老公就想走 老婆就想留 怎算好呢? 有港媽在社交平台打了一篇千字文 列出五大不想移民的原因 重點就說到不捨得高薪厚跡 大聲不移民就是罪人 港媽就表示老公就一直想移民的 經常在她身邊洗腦 起勢吹捧英國自由空氣的美好 可惜港媽就不為所動 還說了不肯走的原因 包括不捨得高薪厚跡 難適應新環境 不想丟下老人家等等 港媽還丟出金句 放棄香港一切抱著試下的機會成本太高了 她解釋自己本身是專業人士 如果辭了現在的工作 移民由零開始 未必過到自己心裡的關口 她更加不想轉成全職媽媽 講到尾都是香港最好 香港份高薪厚跡就更加好 要她去大英帝國做洗碗、執貨的工種 當然就慘慘了 走不走都是自己的個人選擇 如果為了移民搞到要哭著走 何必呢?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部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